早收清单虽然有谱了 但是汽车整车却意外在早收清单中落榜 也让今天开股东会的育龙股价一早就受挫下跌 董事长严凯太并不愿意对这事情表达意见 打市总经理陈国荣坦言 没有列入早收很意外 希望下一阶段的协生能够传来好消息 或许收到AQFA早收清单 汽车整车没有被列入 育龙股东会上董事长严凯太表情凝重 也不愿意接受媒体访问 是意外 我们的心理准备一直是希望他能够放在第一批 真的很意外 因为先前的消息都是汽车整车 将列入早收清单 如今零关税先外销中国的美梦破碎了 问题可能就在于两岸对于零关税配额的比例 歧见过大 应该就是可能是 N产地证明比例的问题 或是所谓的认证的程序 或是配额的讨论 可能需要更长一点时间 但是我们如果觉得是需要 如果两岸政府希望更长时间 希望这时间不要太惨 第一阶段早收希望落空 但还是希望能排入第二阶段谈判 尽早受贿 因为没列入早收的消息一出 育龙的股价就下跌 预计在第二阶段谈判 才列入的汽车零组件 因为抢先列入早收 股价红通通 毕竟中国一年一千五百辆新车销售市场 给人很大的营收想象空间 米新新闻 陈文叶诚豪 Tab 波导 疚疚的港cot